清乾節熱 抗衰老 我在喝的時候突然想起流油 乾淨衛生兄弟們 來來來來來 我是皮皮主 今天我們節奏放慢一點 邀請大家跟我去看 當年台北最繁華的物資集散中心大稻城 我說大稻城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清楚 那如果說年貨大街 迪化街 這下你就知道我說的是哪邊了吧 這是我最愛吃的烏魚子 這是我最愛的用餐環境路邊攤 好吃不貴也符合我的身份 早期的大稻城以茶葉與布料的貿易為主 大稻城的茶葉貿易在洋行的帶領下 不僅市場擴大 更造就驚人的財富與繁榮 但到了日居時代的後期 日燒非常抵制洋行的勢力 所以將貿易市場轉向了日本與東內亞市場為主 再來就是台灣產的茶葉 不敵西蘭紅茶的競爭 它就慢慢的沒落了 之後台北市向東發展 人口與人潮都慢慢的降低 大稻城也就成為台北 外圍的老舊市區 好了 我們休息一下吧 一杯冰糖蘆薈 準備的嗎? 對 幫你蓋蓋子擦七碗 好 它會熬火 它會熬火 然後我會用料理器把那個 它的膠質打出來 所以它會滑紅的 好 它對味很不錯 還有消炎 好 謝謝 就是後面那個大根的 大根的是澎湖的品種 小的是台灣人生種 家裡面種的那一種 蘆薈有五百多種 是每一種都好吃 好 謝謝 這杯就是我剛剛從小櫃台買來的 冰糖蘆薈 老一輩的常說蘆薈可以排毒養鹽 有一點 生菜沙拉的生菜味 然後可以吃到蘆薈的肉 有點黏黏稠稠的 清乾解熱 礦衰老 我在喝的時候突然想起流用 它好像很常喝蘆薈汁 乾淨衛生兄弟們 還蠻好喝的啦 我是皮皮主 那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